接著手 盡情地加油 靖安國小舞蹈隊為民眾帶來一場藝術饗宴 還有台北教師管樂團與民眾來唱音樂交流 這是大安區公所響應台灣燈節閉幕的活動之一 上週末舉行現場人潮齊聚 西家代卷來欣賞 我們里長有號召大家來做這個 有這個很漂亮的音樂會 那麼我們再來欣賞一下音樂 所以也感謝很榮幸能到了這個地方 謝謝 大安區的公會國那天開 開始的時候我們有來過 那天天氣也不是很好 有下雨 但是大家來的觀眾都很榮耀 那在大安森公園裡面那個燈 那條走廊啊 非常的雄偉 非常的好看 非常好 大安區的燈會很用心在裝置 尤其是我們大安區公所的活動 每一次都很用心 那這一次的話 又是定調為親子音樂會 所以我就帶著孩子 一起來共同共襄盛舉這樣 那今天我們前一天來辦這個閉幕 這次我們邀請到有健安國小 全國民主舞蹈冠軍 第一名的來幫我們做開場舞的演出 而且我們又請到了教師會 教師的一個管弦樂來表演 我們是走的是一種音樂的一個想念 那感謝這兩個單位 這個義務的來幫我們這個來幫忙 來演出 那這次呢 也更感謝我們所有的里長 這個幾乎大部分都到齊 給我們大力的支持 所以這次我們這個燈會呢 非常的成功 尤其這次總共有大概十二萬五千個人左右 來參觀我們的賞燈 那我們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那我藉著機會要特別感謝 我們民主會 我們沈鳳文會長 我們這個回饋軍管委會二館的 王志剛委員 主委 他的一個大力的贊助 才有一個所謂的開幕 跟今天的閉幕活動 那這裡也一併的感謝 那最感謝的是 我要講的就是 我們在這一段期間十八天了 每天早上十點到下午十點半 我們的這個有三名志工 有四位我們的窮主的同仁 不明不休 經手崗位呢 在服務台服務我們賞燈的民眾 那這裡是至上十二萬五的謝意 我想要感謝人太多了 我還是感謝 那我想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 台灣燈會為期十五天 十二個行政區共同響應 單安區結合多元宗教在地文化 以快樂天堂兔的概念進行設計 並規劃為森林彩樂園主題燈區 還有行政中心前廣場規劃祈福燈區 悬化市民的祈願等 活動期間累計吸引約十二萬人潮來賞燈 我們這一次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祈福牆 那有總共現在到今天為止發了三千張祈福卡 那特點呢 琳琅瑪木 我舉幾個 有一個寫說 我長大的當警察要抓壞人 也有說我希望股票賺大錢 有的說 我希望我的女朋友趕快同意嫁給我 這些等等 你覺得說 真的是一個期待 那這次我們最大回饋是 民眾認為說我們的祈福牆 這個所謂祈福卡設計得非常的好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是 這邊祈福卡掉了那麼多 那有的還把祈福卡自己帶回家去 也沒有掛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還有我們祖登區 跟所謂的新型的一個 這個燈光隧道 是一個打卡的很重要的地點 像情侶呢 很多都跑去一起打卡 那小朋友很喜歡到我們這種 這個玉兔營村的一個專區 主燈區來賞燈 我想這一次的燈會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成功 音樂會也讓親子共度週末假期 市區公所人口政策的宣導活動 結合燈會尾聲假期 營造社區幸福和諧氛圍 讓市民的歡笑聲在城市裡持續傳遞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大家來看orman 我們在島安靜 並不會跟我們一起去 介紹哈加斯火 我們不要來看 坐下 我們下一個禁止燈 我們要來看 我們下一個禁止燈 我們好看